當我們在計算排列組合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比方說像現在畫面上這樣的一個計算式 那它到底是多少呢? 我們用手算說真的實在是一個非常困擾的事情 它是從1呢,減掉了 從365、364一直到324 總共有42個連成 這樣的一個算式 我們要用線上計算網站來計算它呢? 這樣的一個連成呢,原則上我們現在開始來算它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先1,減掉 然後連成呢,在這邊呢 我們要用product 連成機,用product 連加用sum,連成用product 那在這裡面呢,我們的每一項我現在把它寫成是 365 減掉 k 然後呢 除以 365 所以每個分母都是365 那我的k呢 我現在把它限定從 0到41 OK 當我k是0的時候 那我這邊365 減掉k就是365 那麼我從0到41 表示說我事實上我是算了42項 OK 所以這樣輸入完畢呢 這個就是 一個連成的 一個計算 好,那我們直接按enter 然後呢 靜待幾秒鐘 讓它 進入計算的動作 OK 好 那麼很快的呢 就會跑出 一個結構出來了 那這裡面呢 它算出來是一個很經濟的分數 這個分數非常的大 你可以看到我們365呢 總共成了42次 所以呢 這邊的分母 這邊分母看得出來是非常非常大 這麼大的一個分數 當然分子也不小 OK 大家算出來呢 它大約等於多少 大約等於 0.91403 OK 所以 這就是我們 如何用這個計算網站 來算一個連成機 的計算方式